一開口先提醒戴口罩 他的市長 柯文哲一屆出身 面對全台首起武漢肺炎死亡案例 北市嚴正以待 要先跟大家講 社區感染我認為遲早會發生 所以這個不要先說 台灣一定不會社區感染 我倒認為是一定會發生 然後重點是 如果就算發生 我們讓他維持在零星的案例 這種程度就是上策 話講得直接認定會有社區感染 北市因應措施 居家檢疫隔離失聯者 每天公布全名 而違規者家常開罰 我們都會跟李幹事親自到樓下 然後電話打了 然後會按門鈴 如果說是他有 不遵從這種法規規定的話 我們大概十五分鐘會請警察到現場 然後派照存證 就開罰 居家管理民眾交給第一線里長 李幹事協助 由相關單位提供名單電話 里長早上傍晚各打一次電話 外加到家樓下按門鈴確認 若找不到人立即通報 防止民眾逃跑 截至十五號為止 台北市已經有二十四人 違反規定被開罰 居家檢疫十九人各罰一萬 四人各罰七萬 另一名違反隔離規定者 開罰六萬 一共開出五十三萬罰單 你乖乖在家你就給我乖乖在家 先用勸導的 不行 不行就開始罰錢了 一萬 六萬 七萬開始 再不行就真的要臂力所斷 北市也將於十七號下午 開第九次應變會議 除了有效掌握管理名單 也將公布最新紓困方案 三天傳方 柏鳳 朱樹君台北報導